板桥幼儿园以未要案新北地检指巴皮托47种毒物均未检出 侯友宜办公室要求赖清德道歉院长怎么看 新北幼儿园未要案裁检出炉 侯友宜批该负责的政客要负责 过去院长呈希望侯市长勇于负责 怎么看现在的这个结果 未要案幼儿园要检全数阴性 侯友宜进办打算提告赖清德加重毁谤 基本上这件事情还在司法调查的程序当中 我们完全尊重司法调查的这个结果 我们在行政院已经成立了跨部会的这个小组 希望来厘清这个检验的标准 来照顾所有孩子 幼儿园能够得到适当的这个偷幼的照顾 那我们也希望来跟地方政府一起来盘点 由地方政府负责主管的这些幼儿园的量能和状况 那很重要的呢 这件事情我们希望透过中央的协助 还有地方的努力 让每一个孩子呢 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让他们的健康呢 也都能够能够确保 使我们的这个幼儿保跟幼儿教的这个整个体系呢 能够维持 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健康 平安喜乐的来成长 我们下一个人的孩子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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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